我們不如說說另一個天氣系統 就是北半球的天氣系統 即是經緯線40度以上的天氣系統 北半球本身都是相對少雨水的 跟赤道附近、香港附近是少一點雨水 但是雨水仍然是有需要 很簡單,中國大陸有兩條河流 一條長江、一條黃河都在北半球 意思就是說,其實北半球不是沒有雨水 就算你去到歐洲,你去到多魯河 都是在北半球 意思是說,在歐洲、中國大陸 總之北半球的地方 都一樣有雨水系統 一樣有天然的雨水收窄 一樣有河流、一樣有湖泊 一樣有天然的水系統 這個水系統受到破壞 原來是來自比較溫暖的天氣 造成一個鐵窮 就罩住了這個地球 這個罩有說,是影響到 包括太平洋、大西洋的高壓席 是令到高壓不斷下沉 而導致,這個高壓下沉 導致,很簡單 地球表面越高,氣溫越低 每升100米,但平均跌是0.6到0.7度 涉事0.6到0.7度 即是說,如果大家不斷升高 氣溫就會不斷下降 因為水系在地球表面產生 一段升高,就會升到高空的時候 它就可以形成雲團 形成水珠 因為那裏夠冷、夠涼 可以形成水珠 當大家看到低壓席 即是說,雲在比較低的位置 不是高積雲 在低的位置形成雲 甚至是形成雨雲 這個就反映 低壓席 將天氣系統 將涼的空氣帶到比較低的位置 在那裏就會形成水珠氣的一個嘴窄 形成雨 現在當高壓席不斷強大 即是幫太平洋上面的富高 富高壓席 幫大西洋上面的高壓席 甚至說在伊朗、歐陸上面的高壓席 不斷流向上升 接著結果就會導致 高壓席不斷出現 氣流就不斷下沉 氣流下沉 令水珠氣沒有辦法升到一個預定高度 令水珠氣沒有辦法結成雨水 因為這樣 所以在北半球缺乏雲和雨水 缺乏雲和雨水 導致北半球的高溫、氣溫 是沒有辦法獲得平衡 結果就沒有雨 而小運 結果去了歐洲的人發覺很熱 昨天跟田生聊天 田生WhatsApp來 田生就說去了英國度假 田北俊 他就說很熱 他一句說是很熱 他立即覺得很熱 以前的英國不是這樣的 他去到是避暑的 但現在去到是覺得很熱 他一句很熱 形容了現在英國的處境 他給我想看都是藍天白雲 應該很少見藍天白雲 即是說現在可以告訴大家 北半球小雲小雨 是導致了乾旱 這個乾旱導致河水干潔 導致水力發電站不夠水去推動 導致河水本身 靠著水資源去做一個譬如漁獲的 又或者是養殖業的 全部這些工業都受影響 這些影響是可以影響到全球的一個生產的 因為北半球是全球生產集中地 無論在歐洲 無論在中國大陸 無論在美國 北半球 都是生產的一個集中地 好了 這些地方沒有雨水乾潔 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生產 譬如中國大陸這樣 沒有雨水乾潔 令到氣溫不斷上升 氣溫不斷上升 就會變成居民在生活上用電 或者用冷氣大幅提高 因為居民大幅提高用電量 所以導致另一件事發生 令到工業的電需要受到限制 結果會影響到生產 這些種種包括天然要用水資源 去做一個天然的漁獲 或者養殖業 又或者甚至因為高溫 導致電力不夠 甚至中國大陸出現的情況 就是停了一些高耗電的工業 讓路給居民 讓路給市民 去過活 這些狀況 全部都會影響生產 好了 你說是否雨水不下降 地球就沒有水呢? 不是的 原來地球在高位度不下降 即是北半球不下降的雨 全部集中在赤道附近下降 結果導致附近的雨水多了很多 而當中包括巴基斯坦 包括阿富汗 這些水利系統做得比較差的地方 可以這樣說 沒有水利系統的地方 就出現了水災 出現雨水過多 結果洪水就疏散不去 結果洪水流入城市 浸了城市 結果巴基斯坦 在阿富汗 在7月以來 已經超過100人 死於洪水 這個情況也會影響到當地 巴基斯坦其實也是一些工業地方 它也有出口 如果巴基斯坦不斷受到洪水襲擊 結果它也會影響生產 所以這次地球的氣候變化 包括在北半球 減少了雨水 熱了 減少了雲 而在赤道附近下降多雨 其實也是影響到我們的經濟 影響到我們的生產 結果也是講了任正非的話題 無論你從什麼角度看下去 全球經濟似乎都會面對著一定程度上的冰冷